謝謝主席,我還是請教石子記長 來,石子記長 徐文好 我們常在財政委內見面,所以我就不再多刁籃你了 但是,我們這個主計機構 利用改造的這個機會 我是請教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我在以前跟你要求過的這個APP 這種實用的這個提供,現在準備的怎麼樣 那個我們在,我們已經在做作業之中了 報告一下進度 好,我們請資訊處的處長 報告委員,我們現在其實已經有開始進行了 大概到年底就會出來 你現在喔,在電腦 在電腦可供使用的資料 在手機也可以查到 但是非常非常不方便 非常非常不適合 所以我說應該把它變成APP 那你準備這個APP的資料,你準備 喔,你不可能全部一直 一下東通上嘛 你現在初步規劃的大概拿幾樣 常用的,一點就有 我們現在好像是 報告區委員 我們物價,會有物價 然後經濟成長 還有就業失業的狀況 主機總處這些部分 那是當期的,還是你會提供多少 多長的期間的 是,也會提供當期的齁 災藥,然後也會提供時間數類 就是說你要查比較久的也可以查得到 設計上齁,城市設計上要很注意 不要點在點去,點到最後斷掉了 要很快 那個城市喔,表面APP喔 表面到處都有啦 像台北市的 這個觀光旅遊的這些資料 跟香港的資料 一點喔 一點啊 一看畫面 就比下去了 第一個畫面喔 一出來就比下去了 畫面螺合生動 那我們的畫面呢 就像小學生畫的畫畫一樣 有,我們參考 一筆就比下去了 那國際形象啊 一筆就啪一下 再進來呢 再找資料的時候 哇,很複雜 很難 我們會很簡單 說是這樣啦 因為APP是看 那個設計者的能力啦 不是你發包者 不是你業主的 這個要求 當然你要求 要求 要嚴格一點 他會認真做得一點 所以國內啦 國內這些軟體 這些軟體 這些軟體的設計的 這些人員的能力 跟他的用心 也說代表我們這個國家 在知性 知性文化 上的水平 知性的能力 知性的技術 是一回事 但是知性的文化 這很重要 為什麼 有一些城市一看 就覺得說 這個城市的氣質不一樣 就是他們國民 在日常的言行 極致過程當中 顯示出來的文化水平 像大家 大家是一個地下鐵 紐約 華府 東京 倫敦 台北 不一樣 不一樣 有些一上去 就是 不好意思吵到人家 戰有戰相 座有座相 眼睛 不是 閉著 休息 就是看書 不會亂飄 亂描 那這國民的這個氣質 文化水平一看就知道 那有些更差的 上去又翹二郎腿 服裝不整 眼睛亂飄 亂描 而且呢 亂講話 等等等等 差很多 所以你這個APP 我只有一個要求 你做好的時候 讓我試用一下 有 我們有跟委員 發行前讓我試用一下 當免費的顧問 謝謝 真的當免費的顧問 那我也要 我也要 這時候我額外的服務 沒有所謂的 不會拿你兩千塊的車馬會 不會 這個第一點 記得你們兩位回座 我請 今天國泰金 開第一槍 台灣的GDP 成長率 預測 下修 破 這個 破三 破三 那 你現在主席處 掌握的資 資料 目前狀況如何 是 當然 我們會根據 最新的 國內外的相關的資料 做一個更新 我們下一次是7月31會公佈 下一次是7月31號 對 現在是6月7號 6月7號 7月31號 這是例行的日期嗎 對 例行的日期吧 對 那現在不好意思問說 狀況如何 一定是下修了吧 7月31號有可能上修嗎 我們會參考最新的 當然 當然 根據也不是參考 你用這個 engine 根據你所收集到的資料 對 不要參考 我這個參考就有主觀判斷修正 調整的這個空間 因為資料很多 只要根據 根據 based on 根據 你所 這個調查收集到的資料 統計資料 這個好 那7月31號再講 現在 現在世界各國 你參考一下 現在世界各國都展開 挽救景氣 就是對抗衰退的這個政策 包括 包括中國 也調降證交稅 現在我不 我不幫股市講話 我只在這邊讓主記長了解一下 你不要 當你這個是參考 這一次的政策稅 如果照這樣 6月4號所推出來的首位 在立法院多數黨 它的版本 或是所謂動議版 修正動議版的話 最後 課到的稅 微乎其為 微乎其為 證交稅會 會減少 政策稅呢 微乎其為 那真正課到也是103年 報索得稅的時候才課到嘛 那102年 是空的嘛 但是 但是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 從現在到今年年底 可能被課到稅那部分 會逃掉 會逃掉 那明年 開始 以後會課到稅的 它也會可能 產生 這個預防性的 這個脫逃 也說該上市 它不上市 它跑到香港 跑到新加坡去上市 然後 這個 因為 前財政部長 已經公開 在經濟日報 專門論述說 沒有 有些條文是違憲的 那前財政部長 邱正雄先生都說 那些條文違憲 那身為在野黨的許天才 怎麼可能不提出視線呢 那一視線的結果 連本來條文 有限的條文 會課到稅的 也變成無效 那空洞的不講 這外桃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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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漏洞的 等等等等 不講 所以到最後幾乎 而且還撿 所以這一次倉促立法 這一個搞外 這很專業 因為專業就是 很客觀很超然 根據資料 研究分析 靜靜的 下功夫 最後提出來 非常完整 不是 像這個過程 一直喊一直叫 弄到今天 一事無成 而且呢 適得其反 所以這個給你參考 你GDP一定 一定 降為三以下 然後你的稅收 今年稅收 一定大幅減少 這個災難 這個災難 竟然是執政黨 竟然是執政黨自己造成的 共參考